流水有心终会海 偶艺大师略传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复师功德 农历正月念一是净土宗第九代祖师偶艺大师原济日 偶艺大师生活在明末清初 这是一个国土板荡 风雨飘摇的时代 但即使处在这样的环境 佛教界也出现了如连池珠红 紫柏真可 憨山得清 偶艺之序这样的忠心领袖 其中偶艺大师一生未法望躯 精勤不已 且贯通如是 著作洪富 终成为明满天下的净土宗祖师 然而 少年时的大师却是反对佛教的 那么 他是如何尽弃前非 最后又归心净土的呢 这是一个极其传奇又曲折的故事 以千古道脉为己任据年谱 红仪大师传 记载 偶艺大师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 公元一千五百九十九 俗姓中 明记明 又名声 自速华 又自阵之 网号偶艺老人 别号八不道人 江苏无限目睹阵中世子 负名其重 持诵大悲咒十年 母亲金氏梦道观世音菩萨抱着一个小男孩送给他 生下了后来名闻辖尔的大师 当时的父母已经四十岁了 年龄老大 加上好不容易得来的一个孩子 自然宠爱有加 殷生在佛化家庭 大师很早就开始诵经礼佛 七岁吃素 而且持斋非常严格 曾经梦道观世音菩萨相照劝勉 到了十二岁 父母送他出外就学 这时候的大师读了很多儒书 潜心于格物制之之药 拘境甚毒之功 张扬得意 以传承儒家道统为己任 不仅做了数十篇熊啾啾 气昂昂的论文披驳佛教 而且从小如素 九段昏星的他这时开始喝酒吃肉了 此举真令父母大跌眼镜 要是换作今天 恐怕父母早就七级败坏的四处追着赶了 清心佛教 烟灌诸宗然而 偶异大师的父母毕竟是讲道理的 母亲严厉的教诲 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阅读了连池大师的字枝陆续和竹窗随笔 才幡然悔悟 从此不再放佛 并将以前所有辟佛的文稿 二十岁时全世论语炎渊问人章中孔子回答 炎渊说 克己赴礼为人 一日克己赴礼 天下归人焉 为人由己 而由人忽哉 对天下归人之语启发疑情 随即苦身立究 不能下笔 废寝望时三昼夜 大悟孔言心学 然而此时 父亲不幸亡故 大师为父亲送地藏经抄拔 由此萌生出家之心 后听一法师讲 能言经中世界在空 空生大觉时 怀疑为何由此大觉 能为空界做出预先安排 问觉不知所措 此时决意出家 体究生死大事 天启二年 在一月中三次梦见憨山大师 痛哭缘分浅薄 相见太晚 本欲从憨师出家 然而千里迢遥 遂依憨山大师的高足学领 禅师出家 命名秩序 出家后的大师如鱼得水 饱餐佛法甘露 于宗门教下 身参力究 第二年夏 坐禅于渔航靖山 体究公吉 身心世界呼接消云 因知此身从无始来 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但是坚固妄想所现之影 念念刹那不住 的确非父母所生 自此 姓香二宗 意其透彻 一切经论 禅宗公案 无不现前 随即觉悟到此境界 也非为圣证 故绝不予一人 久之 则凶刺空空如也 这个境界 即是天台六级中的名字位 28岁那年 母亲病重 大师回家亲自侍奉汤药 并四次割身肉做药饮 既旺以此孝心令母亲增幅延寿 然而 母亲最终仍然病亡 料理完丧事后 即往深山闭关 以参禅功夫求生净土 大师看到当时戒律衰退 为匡正戒律 悦律三变 虽然对于戒律的解物很深 但自会烦恼习气强烈 行之不够 古中其一生从未与人受戒 32岁时 大师思书天台 揪心台部 以天台教官匡旧禅宗之笔 由智求吴比丘如法注释 令正法重兴 史智安养 以以西池永历二年 大师已经五十岁了 某天他对诚实法师说 我从前念念想要恢复比丘戒法 近年来却念念想着求生西方了 诚实法师听了 非常惊讶 后来才知道 大师在家时发大菩提愿 后来为匡旧圣教 终生滋滋力行 静山大悟后 彻见近世禅者之病 再绝无正之见 非再多之见 再不尊重波罗提木叉 非再住戒相 故我岛禅之一字 立以戒教匡旧 由智求吴比丘如法共注 令正法重兴 后绝不可得 遂一意息迟 继承本愿伦 仗诸佛力 再来语拔 至于随时住属 竭力讲眼 皆聊与有缘下缘顿种 非法界众生一时成佛 直下相应 太平无事之初至矣 由此思路一转 大师晚年就专修敬业了 在自相赞中 大师自旷 不参禅 不学教 一句弥陀真心要 不弹玄 不说妙 竖诸一串真风调念佛史智净土的目标确定 幼甲之以忏悔自诵 喜酌心垢 借此惭愧种子 方堪送享乐邦 大师以身说法 感人至深 大师的文字般若 皆从彻底悲心中流出 可谓婆心切切 故日本京都沙门光连比丘 在1723年重堪凌峰宗论序中说 于一常言 读偶义宗论而不剁血泪者 其人必无菩提心 联宗十三祖印光大师敬仰赞叹某祖炎言见地 语语超宗 如走盘珠 利益无尽 又赞言宗成教义两融通 所物与佛无异同 霍宴未断尤脾气 经语则化气前功 由此立修念国行 绝欲献生出繁荣 苦口切劝学道者 生西方可计大雄 印光大师又曰 若论斗鸡最妙之书 当以净土食药为官 而弥陀要解一书 为偶义最经最妙之注 自佛说此经已来之注 当推第一 即令古佛再出于世 献广长舌相 重注此经 当亦不能超出其上 此言可谓高山扬指 心心相应之语 永历八年 大师世纪 当时他寄给钱木斋的信说 今下两番大病垂死 季秋月藏方静 众冬一病更甚 西昼夜不能坐卧 不能饮食 不可了知 无数分解 唯痛哭称佛菩萨名字 求生净土而已 巨父凡夫损己利人 人未必利 己知受害如此 平日时围在心性上用力 尚不得力 况仅从文字上用力者哉 出生死 成菩提 书非易事 非仗是谁知此时余也 大师病到七日七夜不能合眼 唯有痛哭称念佛名 专求佛力救拔 这对自负高慢者 不斥当头一棒 清顺至十二年 公元1655 正月21日五时 大师夫坐绳床 向西举手而计 世寿五时有七岁 法腊三十四 僧下从鬼亥腊月至鬼友自自日 又从已有春至已未争月 共济下时有酒 流水有心中会海 纵观祖师一生寒心如苦 护持圣教 为报似崇恩 树立禅 教 律 密 敬之正法 匡正儒家宋明礼学之弊端 就是知词心 宏愿 深人 大行 最后导归净土 集成本愿伦 再来救度娑婆苦难众生 其身子大悲 贯彻始终 令见闻者无不兴起 被后世奉为净土宗第九代祖师 在这里 感谢观看